其實在這兩年 兩年內 就是我其實一直都處於很自責的狀態 然後包括當我影響到很多人 甚至對某些人造成傷害 在兩三年前確實我真的非常非常不成熟 然後對於所有影響到或是傷害到的人 真的覺得很對不起 抱歉 謝謝 從夜晚滲透 再模糊 開口 獨自捉摸我 擺入我的地球 承受嘲諾 仍安靜前窗戴口 從容依舊 向我揮手 若不是你 甚至想過 若是不能再快樂的我 才更安靜 在夜巷後期那時候 而我 去做夢想著 住著長男動作 好似煙火 難更沉默 想被放手 我 還OK 就是 預料之內 大家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然後就是接受大家的指教 然後對於造成大家的困擾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其實在這兩年 兩年內 我其實一直都處於很自責的狀態 然後包括當我影響到很多人 甚至對某些人造成傷害 在兩三年前確實我真的非常不成熟 然後對於所有影響到或是傷害到的人 真的覺得很對不起 抱歉 有很多粉絲有時候很期待看到你出來 是不是自己今天上台之後會接著 有點訓動到外出出來 有點真的就沒有這樣走開的表面 我其實是 他們很期待見到我 我更期待見到他們 因為 其實我跟我的粉絲連結性是非常的強的 所以我能看到他們本人其實應該跟他們看到我 所以我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很 非常的 很期待的 對啊 會寒暄 會寒暄 就我們自己對上的人 在群組裡面還是會互相彼此關心 然後如果有人生日還是會給予祝福 沒有聯絡 在月下回去那時候 那時候的我 更是日解脫 我 更是日解脫 你只說曾經要找我 我 在遺忘 我 這時鐘裡就是 公共 你就是 公共 你就是 公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